在不同的拍摄场景,该如何选择图像参数? 本期视频就来解答你的疑惑。 打开设置菜单。 进入图像设置,你可以在这里调整视频通用设置。 视频编码 Insta360 X4提供了高效与兼容两种编码选项。 使用高效编码,能在画质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小的文件体积。 如遇到无法播放或编辑卡顿等现象, 建议你切换至兼容编码选项进行拍摄。 码率 码率表示视频每秒的数据量大小。 选择高码率时,相对标准码率,画质会更好, 但会显著增加视频文件体积。 以拍摄8K 30帧为例,当码率为高时, 每分钟会占用约1.5GB的存储空间。 一张128GB存储卡,能录制约78分钟。 而码率为标准时,每分钟会占用约1.2GB的存储空间, 此时能连续录制约100分钟。 视频锐度 锐度表示图像边缘与细节的清晰程度。 增加锐度可以让图像中的纹理更加清晰。 不过,锐度设置得太高,画面观感会变得不自然, 且会显著增多噪点。 因此,建议你在拍摄自然风光等内容时, 将视频锐度设置为中或高, 以获得更清晰锐利的请勿细节。 在拍摄运动或Vlog等包含人物的内容时, 将锐度设置为中或低, 以获得更柔和自然的画面。 抗闪烁 Insta360 X4默认开启抗闪烁功能。 如果你在室内等人造光源场景拍摄时, 推荐您将快门速度调整为自动进行拍摄。 如果在开启暗光增稳功能, 或在某些复杂光源情况下, 抗闪烁功能可能会失效。 除此之外, Insta360 X4提供了8K、5.7K加、5.7K与4K四个分辨率选项。 分辨率越高,画质越清晰。 选择8K分辨率, 在拍摄光线充足的场景, 比如旅行、户外等场景时, 你可以获得最优秀的画质表现。 5.7K加由传感器原始分辨率超采样而来。 在光线充足的场景下, 能获得体积更小, 但接近8K分辨率的画面。 不过,使用8K或5.7K加分辨率录制时, 会导致升温较快。 建议搭配控温被加使用, 以获得更好的握持体验。 如果您想获得更小的文件体积 和更纯净的夜景画面, 可以选择5.7K分辨率, 并且5.7K分辨率下支持60帧拍摄, 能获得更清晰、流畅的画面。 选择4K100帧适合慢动作捕捉特技摩托、 滑雪等运动场景中的精彩瞬间, 还可以在后期编辑时提供更大的慢放空间。 根据不同场景, 推荐你使用以下几种参数设置。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